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到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声声不息 周深 砍掉李克勤 李健都带上衣纯 你为什么不带我 李克勤回话 小翻全场 在以前很难想象可以在一档音乐综艺中 同时看到李健 李克勤 善一纯 但当声声不息开始录制 嘉宾阵容出炉后 发现节目真的聚集了李健 李克勤 善一纯 李健 李克勤都是非常知名的实力歌手 而且他们有不少相似的经历 都参加过我是歌手 都参加过我们的歌 都担任过中国好声音导师 都在首次担任导师的情况下 教导出了冠军学员 从这些相似的经历也能看出 李健 李克勤除了实力很强之外 他们还都有很强的教导能力 可以因材施教 懂得如何给学员选歌等 这样两位歌手同时参加声声不息 即使不了解这档音乐综艺 也对节目充满期待 更何况还有单一纯 单一纯是李健站队的学员 也是李健教导出的第二个好声音冠军 在单一纯出道不到两年的情况上 他就已经可以与李健同台 这样的发展速度让人惊讶也让人惊喜 更有意思的是 单一纯获得好声音冠军 与李健的教导有很大关系 单一纯出道之后 也参加了不少音乐综艺 比如天赐的声音 爆裂舞台 我们的歌等 但从取得的成绩来看 都不如中国好声音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选歌 参加天赐的声音时还好 选歌还比较大众化 可是到了爆裂舞台 我们的歌选歌开始小众 如果只在小众音乐里比较 单一纯取得的成绩已经不错 但是跟中国好声音时期比较 还是差了不少 这次看到单一纯参加声声不息 还是与李健同台 面对主打粤语歌的舞台 最好奇的就是单一纯会如何选歌 然后更好奇的是单一纯会如何与李健互动 李健在中国好声音教导了单一纯很多道理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小和彩卢尖尖叫 不希望上大一的单一纯被过早采摘 希望单一纯在音乐学院积累 积蓄自己 根深夜貌才能繁花似尽 这段话被很多观众解读 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单一纯应该好好读书 不应该参加大量综艺 等大学毕业后再发展事业 有人认为单一纯在保证学院学业的情况下 参加综艺没有问题 这样既可以学到知识 又能保证发展 否则等大学毕业后 热度没有很难发展起来 不管观众如何解读 都不如李健的解读 所以当看到李健 单一纯共同参加声声不息 真的好奇李健会如何评价如今的单一纯 声声不息还没有开始 但因为有李健 单一纯已经勾起了足够的好奇心 这是好声音导师与冠军学员同态的效果 有人砍掉李克勤 李健都带单一纯 你为什么不带周深或五颗月 李克勤回话 小凡全场 也因为看到李健 单一纯同台 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好声音冠军 他就是五颗月 五颗月是李克勤战队学员 是李克勤教导出的第一位好声音冠军 而且五颗月还是首位一路唱粤语歌 获得好声音冠军的学员 他演唱的粤语歌曲很受欢迎 如果五颗月参加声声不息与李克勤同台 这样声声不息就能聚齐两对好声音冠军师徒 这样会更有看点 也更让人期待 所以声声不息嘉宾中有五颗月就更好了 当然这有些困难 因为五颗月出道并不久 在离开好声音之后 五颗月并没有参加其他音乐综艺 也没有出圈歌曲 虽然唱粤语歌的实力很强 但热度知名度还不够 所以以目前五颗月的发展状态 他参加声声不息的可能性并不高 但即使如此 还是希望节目组可以邀请五颗月 毕竟真的很希望看到李健 单依纯李克勤 五颗月的同台演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